失去這件事情 如果你從來沒有擁有過 你不會覺得失去會痛苦 這是真的 對我來說就它不痛苦 它不過就是一個名詞而已 但它真正會讓我們覺得 失落或者是遺憾 或者是悲傷 它是日積月累的 它會是在每一次家族聚會的時候 他們在喝酒當中 那種小小的叹息說 我們好久沒有相聚 以前我們在嘎嘎嘎 點點點點點 我們正在 hur已經的動病 我們值得它們們是 seam堡位的 那麼些�抗壁 我們也不如看我 有很多個靈椎之類的 有什麼 Contальным 但我是這樣 我使用一些厚物人的 方式努力 走到阿彌陀佛 現在看到這個消失的葛珍佛 以前是我們一起共同生活的部落 現在消失了 看不到族人 所以心裡一看到現在變成機場家 心裡就好像有一種很空虛 或是很傷感的一種心情 他們其實不太提這件事情 他們不提的原因是因為這些事情提了都傷心 他們提的意思都是那是一個地名 然後會說就是現在的嘉山基地 所以他們其實對於以前的回憶的 給我們知道的訊息非常非常的少 講在更多的就是喝酒喝再多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話就是 如果不是因為當時我們的地沒有了 我們不會過得像現在這麼辛苦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它那已經是國防基地 它已經是蓋好的 那現在我們整個國家的狀況來說 我們又常常聽到什麼攻擊老台 然後什麼戰爭的危機等等的 所以國防部其實並不會想要 那麼輕易的去同意說要做這樣的一個 一個政策的推動 那但是我們的心裡還是希望是說 既然是在提倡這個轉型正義 那我們還是要把這個 在我們沙奇拉雅族心裡面很久的傷口 給他做一個撫平或者是一個治療 所以我那時候就提一個案子就是說 既然我們的土地拿不回來 那我們先把文化先找回來 我們一方面做把文化找回來 那二方面我們可以做一個展覽 那因為負責的單位是文化部的文資局 那剛好他們就有一個文物的普查的計畫 那經過了一段時間的努力跟討論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橋搭起來 最後面才成型的這個 Gadanga的部落文物普查的掀起企畫 你住在那邊Gadanga部落的沙奇拉人 其實是有經濟活動的一些嗎 其實一開始它不是叫加東之亞 它其實一開始它是叫做Naruma案 我們是用的一個故鄉就是說 故鄉請開門這樣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概念 是因為第一次在Iraku改了那個嘉陵橋 然後它的過那個嘉陵橋剛剛好 那邊就是軍營 那以前他們的故事是說 他們以前尾部落都會走那條路 就會過橋 阿丹雅若多就到部落了 但是現在呢 你過橋之後那邊就是軍營 所以那時候在想 只是想說 為什麼會用這個故鄉請開門 也是因為希望是說 我們大家去經過那個橋的時候 那邊還有一個故鄉可以等著我們 但是後來呢 我們在討論這個展覽的時候 實在是覺得說 這個名字實在有一點點讓人難過 對 會覺得是說 因為我們的故鄉沒有了 所以才是這樣講 想一想好像太難過了 這個展覽人家不是怎麼開心 那我自己在後面突然就是在 跟其他的夥伴討論的時候就想說 那不然我們換個名稱看看啦 我們從頭開始 那這個計畫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一個形象 就是說 因為我們最早找到的文物是一個 比較老的雅拿巴 就是那個很老的木舊 那那個木舊就是也是用那個加東樹去做的 那我們想說 那不然這樣子 我們就在這個木舊的上面呢 就放上一個小樹芽 就很像是說這個 雖然說已經是死樹 但是它還是可以再重新長芽 好像有一個新的生命力 才會產生叫做加東枝芽這個概念 我的確是透過這次策展 我才更了解這些故事 當我一開始接到這個任務要去做的時候 我心裡是非常忐忑的 因為就代表我們做這件事情 我們要打開多少人心裡頭 不願意再提及的那個傷口跟往事 對我一個沒有部落生活經驗的小孩 對他們而言也很陌生的來說 我其實心裡是非常有壓力跟不安的 然後我也覺得這麼多的情緒 到底有沒有可能承接出來 其實做這個展很煎熬 很煎熬 就是當初展覽那個時候就是 我們大家在討論就是說 希望展場可以有一個區域 就是說可以製作跟展覽相關的庫卡 那其實我這些 就是展場現在看到的這些庫卡的畫面 其實都是來自於那個時候 在做這些文物普查的過程之中 有一些跟族人的訪談 然後還有就是他們那些生活回憶的那些紀錄 然後所以這些畫面都是從這些故事裡面去產出的 如果有來展場的話 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意象 就是它除了就是族人使用文物的那個畫面之外 它其實旁邊還有一個很巨大的一個巨人的一個形象 對 那那個時候在思考這個巨人的形象 我自己的想像是不是把它當成是一個單純的一個靈而已 它比較像是因為過去族人在Galanga生活 一起生活的那種記憶也好啊 情感也好啊 就是那個東西是很 我覺得對現在雖然他們都沒有辦法再回去自己生活的地方 但那個意念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強大的 畫到最後就是有一張對我來說是比較特別的一張 對 就是嘉玲橋 那嘉玲橋也是我們整個展場裡面唯一是 你在展場是看不到它 你一定要到嘉玲橋的線紙去看到這個東西 對 那我那個時候在畫這張的時候 我其實有很多的 自己畫來畫來會有一點感觸 對 因為你如果有到就是嘉玲橋現場 其實就是橋的對面 照理來說應該是能夠直接回到族人生活的地方 但是你現在到那個地方 橋的對面就是一堵圍牆 對 然後這個牆是你沒有辦法 族人沒辦法跨進去的地方 就是它過去明明是這麼熟悉 這麼緊密的生活的居所 可是現在是就是基地 然後你要進去是變得非常的困難 那我那時候的想像就是 族人可能就是遠遠的在橋的這一段 遙望自己過去生活的土地 那我的巨人在哪裡呢 因為對我來說就是這個 我都叫它卡朗卡巨人 結果我覺得卡朗卡巨人 就是它因為是在原先卡朗卡那個土地 跟著人們生活形成的一個意象 那或許我的想像是它其實還在 只是它就是在那個土地 就定在那裡了 因為過去是過去跟它一起生活的這些族人 已經沒有在那個地方 所以大家是離開了它 但是因為它本來就是依著土地 而生長出來的一個意念 所以或許我想像它就還是在圍牆裡吧 那在這個展當中我其實很希望是說 能夠達到一個溝通 因為展覽本身就是一個溝通 那除了是說讓別人認識這個議題之外 更要緊的是說能夠讓卡朗卡自己的後代 然後也能透過這個展覽 重新認識這個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以前的部落是什麼樣子 當然我們不可能把那個部落整個這樣搬回來 但我們想要呈現的是一種感情 一個記憶 重新在這個地方去醞釀 那在這個展覽裡面最特別的地方 是我們放了一個書桌 那那個書桌上面呢 旁邊我們也擺了一個迷彩服 然後上面也擺了一個飛機 然後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當兵的人的一個桌子 但是這個桌子上面呢 我們放了一個地圖 但是那個地圖呢 我們已經把它做成是一個拼圖的樣子了 我們刻意不去裝那個拼圖 不是說我已經擺好了很好看的就是那個拼圖 而是它是壞掉的 它是拆開來的 就像是現在的卡朗卡部落一樣 你看不到那個部落原本的形狀 但是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把這個部落拼回去 你可以把部落原本的樣子 就是一點一點的把它拼回去 那個拼圖其實有點困難 就像是我們真實世界那樣子的困難 但是你拼回去之後 你就會看到說 就是這邊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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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這邊是哪裡誰的田 這樣子 你回去看到這個部落原本有的那個形狀 就是這個就是這個部落的原來的樣子 3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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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我來這個我來 我們會上電池嗎 有可能 太棒了 我們有可能會上電 OK 我們可以嘛 當初我就一口答應他 那好啦 你用我們國武社區發展協會的名譽 來辦這個 國一口答應他們 所以這次辦得那麼成功 也是找回了我們以前失去這個Gatanga這個部落的原貌 或是一些它的歷史 文物歷史 都把它找回來 讓我們後代的子子孫孫了解 原來這邊還有一個部落 Gatanga部落 我們去訪問的時候其實大部分的人不是那麼願意去說 以前那個很傷心的往事 但是他還是很 很感謝就是說有人能夠去提這件事情 然後讓他們有點像是重新去面對這件事情 當我們去理解認識這個部落 看過這個展覽的時候 我們再去面對那個傷口 或許我們會比較有力量一點 那有這樣的狀況之後 至少我覺得在去看的那個人的心當中 尤其是Gatanga的人 他會得到一點點安慰 這個是在做策展人裡面 我最想要呈現的事情是這個 我好像在講一個消失的國度 你是哪一個國家 亞特蘭提斯 好玄妙 我是亞特蘭提斯的公主 沒有啦 其實我只是Gatanga的小孩 但是這個部落它就是已經沒有了 所以其實這麼多年到長大 都是一個很難去嚴肅自己從哪裡來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回饋感比較強的應該不是我 而是這邊的人 然後以及蒂布什他們是Gatanga的後代 他們得到的感覺應該會更強 作為一個Sakira的小兒子來說 我覺得我們其實Sakira然後 你認識這個Sakira這個族群的時候 你大概你比較會認識就是火神祭 或者是那個衣服等等的 但是我們其實很少的時間會去認識部落 甚至是不要說自己的部落 很少會去認識別人的部落 我們其實對別人部落來說 一方面根本就是一知半解的狀況 有時候還會有一點點誤會 那這樣子會團結嗎 其實我不覺得這樣Sakira會團結 我們會有彼此溝通的機會嗎 有時候只會越溝通越混亂 但是在這個展當中 我們可以去認識一個 曾經的Sakira的部落 甚至這個部落現在也不存在 但是我們可以很清楚知道說 原來我們這個族群有一個這個故事 然後這樣的一群人 現在也在我們生活當中 那我們也不用去太強調說 一定要土地拿回來 因為土地拿回來這件事情困難 而且也麻煩 但是你那個土地到底要給誰 誰要管 怎麼管 那個都會是很複雜的事情 我們的力量沒有到那邊 但是我們可以先做的事情是怎麼樣 讓人在這個當中的受傷能夠好起來 這個是我覺得可以提的 可以做的事情 那也請大家禱告吧 希望可以能夠有成功的那一天 這個都是一百多的 還有包切做的門擠 這一個是 那也是